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22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台山新闻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昨天上午 江门市广海湾经济开发区举行党工委管委会挂牌活动 江门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霞 台山市委书记广海湾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李慧文 市领导刘子毅方建康 广海湾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梅丽全等出席活动 经省委 省委编委批准 设立中共江门市广海湾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和江门市广海湾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分别为江门市委是人民政府派出机构 党工委与管委会合属办公 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一体化运作 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接牌成立 标志广海湾开发建设 站上新的起点 迈入新的征程 在随后召开的经济开发区全体干部大会上 陈霞代表江门市委组织部 对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的接牌成立 表示热力祝贺 受江门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张元行委托 陈霞提出 要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 以实际的行动 坚决拥护市委的决定 在思想上高度统一 在政治上坚决拥护 在行动上自觉服从 以创的精神 创的尽头 干的作风 将江门市委的关怀后外和阴界期望 转化为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 要勇于担当 锐意进取 推动开发区建设取得新突破 抢抓重大历史机遇 加强统筹协调 坚持结果导向 悬优配强干部队伍 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端产业 极具发展区建设中 发挥核心带动作用 要从严治党 连接奉公 构建封金气正的政治生态 以新的面貌 铁的纪律 严的作风 推动旅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 始终做到 用制度管人管事 把铁的纪律 转化为日程习惯和自学遵循 李慧文表示 要树立不负人民的使命感 凝聚共识 担当作为 把推动广海湾跨越发展的历史重托 时代重任主动扛起来 以扎实工作优异成绩 回报盛极厚爱 群众期盼 要增强干事创业的责任感 据全台山之力 全方位支持经济开发区建设 全力当好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人 敢为人先的改革者 投资创业的服务员 确保经济开发区快见成效 尽早成型 要保持只争朝夕的紧迫感 让等不起 慢不得 坐不住成为常态 尽快推动区域成型 产业成练 干部成才 推动经济开发区建设 按下快进键 使入快车道 美丽全在表态发言中表示 将坚持忠诚担当 实干进取和连接自律 以更高的定位 更强的力度 更实的举措 推动开发区规划建设 取得新胜利 本台记者杨晨 廖宝城报道